新傳媒首部《雙語兒童》電視劇集 《家在大樹下》將在下個月27號 由澳多頻道開播 讓孩童通過生動有趣的方式學習母語 《家在大樹下》共26集 每集有三個版本 也就是英語和華語、英語和馬來語 以及英語和淡米爾語版本 聚集的場景設在公園 劇中的角色就住在具有魔力的大樹屋 故事由小朋友們熟悉的課題展開 在觀賞節目片段後 教育部長黃志明表示 希望家長能夠在日常生活中 用母語同孩子溝通 有了這個《家在大樹下》這種雙語節目 可以使孩子們的興趣提高 樂中學習 這樣一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新傳媒、五頻道、八頻道、 《朝陽頻道》以及《春天頻道》 將重播這個節目